飞機之所以能夠升降 全因它不為逆風而行 乘風可破浪 人生滿希望 逆風而行 香港心理及家庭治療師 五榮光 朋友 你好 我是來自香港的Ringo 是一位心理及家庭治療師 在疫情底下 很多時都想起2003年的SARS 我知道除了香港 其實這個SARS都影響很多 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 亦都包括加拿大 在想起SARS的時候 我們又想起一些所謂的SARS的英雄 特別是一些醫護人員 醫護界的朋友 去研究一些方法去對抗SARS 和治好一些SARS的確診者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面對的新冠肺炎 我們都很敬仲一班醫護人員 他們馬不停提 而冒著很大的風險 在醫院工作 奔波奴隸去拯救很多生命 想起這個景象 我想講一個字 這個字就是醫院的英文 Hospital 這個字聽起來很普通 我經常都會說 原來這個字的英文字 本來是來自古的法文 一個經典的法文 他原本的意思是很特別的 原本的意思是說的是神的酒店 Hotel of God 可能你想到 醫院和酒店 和神的酒店有什麼關係呢? 我在這裡猜 可能在古代來說 人類是對於生命 對於疾病 是很難去掌握的 他們覺得 能夠一個病 能夠治好 其實真的是神的工作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過去的病人送去醫院 他們就期待這個醫院 就是神在工作的地方 在神所住的地方 希望神能夠用祂的神跡 用祂的恩典 用祂的大能 去醫治每一個的生命 其實今天 雖然醫學很昌明 我們面對這個新冠肺炎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都顯得很無力 很無助 看到人類原來是這麼渺小的 一個小小到我們肉眼都看不到病毒 可以玩到我們全球的人都騰騰轉 甚至乎都爽失很多的生命 所以醫院可以說 是上帝和死神搏鬥的地方 是上帝掌權的地方 是上帝看顧生命的地方 而想起醫院和上帝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又想起一班護士 大家有沒有記得護士有另一個別名 叫做白衣天使 原來他們都是上帝派來的使者 他們要帶著一份使命 去幫助每一個病患者 能夠可以 入院之後 終有一天 希望能夠順利出院 所以這種服侍的態度 我們又想起另一個字 Hospital這個字 後面加了 I-T-Y 就變成Hospitality Hospitality 是說接代 善代的意思 雖然我們知道 醫護人員都不是萬能的 我們都知道 不是每一個疾病 我們必定是能夠可以醫好 但我相信 醫護人員都抱著一個心懷 希望用它最大的Hospitality 去照顧每一個病人 我翻查過香港的醫生的守則 裡面有一條是這樣寫的 他是這樣說 以專業和道德上的完全自主 同情深 同尊重人類尊嚴的精神 致力提供合乎應有水平的醫療服務 裡面說到包括是個專業 也都包括道德 包括同情深 也都是尊重每一個生命的尊嚴 我想說Hospitality 不是純粹說專業 或者說技術 或者是做些什麼 也都是說那種態度 那種attitude 一種善代 一種尊重生命 那種attitude 其實接代都是聖經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不論由舊約到生約 在舊約裡面 上帝頒布的戒律 都是希望以色列人 能夠可以善代自己人 甚至善代外邦人 而主耶穌的降生 也是一種的接代 雖然他降生為人的時候 我們地上的人 很多人都不接代他 但是上帝卻是在天上 預備地方 為了接代我們 所以接代這件事 其實用另一個角度說 其實都是一種的分享 可能你會覺得 我都不是醫護人員 我可以為人做些什麼 我記得疫情初期的時候 當香港口罩都很缺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呼籲 拿你出街 就記得多戴幾個口罩 為什麼 因為當你見到街上 有些公公婆婆 或者低下階層 或者見到一些服務性行業 一些清潔工人等等 或者一些security guard 你多給他一個口罩 他做事很辛苦 可能流汗 可能幾天都是用同一個口罩 你分享一個口罩給他 又或者有些人 雖然我們戴著口罩 看不到嘴 但是對一些服務理的朋友 或者對一些身邊的朋友 展露一個笑容 一隻用一對眼去展示的笑容 可能是腰果眼 其實都是一種的分享 如果思想分享的時候 我想我們也有一個提醒 就是分享不是說我們被人厲害 或者我們資源很充足 所以我就多了 我就分一些給你 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一種比較 也不是一種抬高自己的身價 或是抬高自己的地位 其實真正的分享 因為我們所得的 其實全部都是上帝 因為善待我們 因為給我們恩典 才能夠得到那些東西 我們是從上帝手裡 拿的東西 只不過是轉轉手 去分享給別人 其實一切的 credit 一切的重贊 一切的感恩 其實都是回到上帝的裡面 因為我們生命的每一個部分 其實都是來自上帝對我們的分享 甚至他人已經對我們很多的分享 我們才是今天可以安然 我們擁有我們身邊的東西 所以不要小看我們 雖然可能在疫情的面前 可能我們為別人做的事不多 甚至我們在社交的距離 我們不能夠跟人很近距離的接觸 但是我們一個的問候 一個WhatsApp的問候 一個輸送的問候 一個電話 或者一個口罩 或者一些小禮物 種種的東西其實都表達 其實在人間是有愛 人間裡面都有分享的 所以這個神的酒店 不只是Hospital裡面發生 而是隨處都見到神的足跡